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4日 今天上午收看了两段新中国联邦的几个新面孔 谈这个路德和严厉梦 那么也收看了路德继续做的一个访谈 他主要谈那个就是伊朗有四个情报人员 被美国FBA抓住 这个事情他也借替发挥 反驳了郭文贵 但是他没有提郭文贵名字 这有点奇怪 郭文贵的团队不是郭文贵本人 也是下面那些新中国联邦的成员 拥护者 挺郭的朋友们反击 批评路德 他们批判路德的时候 言辞不文明 称路大脑的 那么路德反批评他们的时候 是用的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我估计他指的是郭文贵 说透了就是郭文贵 讲的也是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词句 那个词句我不重复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经常有一些人就是被批斗 就因为这个强加的罪名 后来改革开放了 用些词都比较温和了 不知道是真假 我也不去重复 我要讲的什么呢 我给我感觉好像他们之间这个分手啊 突然的一点啊 虽然在我这个年龄和我这个经历的人看来就不算什么大事 因为你想你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 太平天国那个洪秀全和下面那些人的矛盾也是变来变去的 还有孙中山和黄兴良之间有一队也闹得挺紧张啊 毛泽东和蒋介石是吧 还有毛泽东内部 你想中共建党百年走过的路 一查一查的领导人互相之间的争斗啊 等等等等吧 或者你放在眼前看现在这些海外的民运组织啊 这个组织那个组织 由于我本人不参加组织啊 所以比较就是书生气吧 正因为这样 所以说很多的来来往往呢 她和我见面都愿意讲的内部那些事情 我听的太多了 我从2009年出来就开始听 一直听到现在 只是有些东西没报道过啊 我也不去服输也不好评判 我也讲的什么 只要有仁义多了都会有左中右 都会有这个利益之争 人往往为了利益啊 有的时候翻脸之后 互相指责讲这些话 都有说还有很大的水分 所以我都听了以后打不上好啊 但是我还是有觉得 今天我听这个滚贵团队有一个先生啊 我估计他应该是律师 他讲的还挺在理 他怎么讲 他说那个 这个路德今天在访谈当中讲的 说这个 就是六四签名 也就是建国新中国联邦两周年 这个活动啊 他说他这个签名啊 是别人伪造的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路德讲 这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 你想这个你是人在美国 就在眼前 我从视频上也看到他了啊 就是参加这个新中国联邦 很活跃啊 在上面演讲 还说爆料革命 没有只差你一个 没有你不行 整个人在会场上表演的 那是一片欢呼啊 他本身也是群青鸡啊 你说你怎么可能 人没签名 人伪造你的签名 搞这个 一些大事 是吧 而且 加入那个理事会以后啊 他也是一个负责人 像法治基建 是法治社会 我才懂啊 法治是这么一个NGO组织 他是里面成员 董事 还是 还是什么 什么弦 是每个月拿薪水 这是肯定的啊 今天 有一个 有一个先生 他讲的 我觉得有道理 杜宾讲的有道理 他从法律的角度 他说你不可能不亲自签名 你领薪水 不就 证明你认同这个组织了 对吧 当然他后来退出 是主动退出呢 还是郭文贵把他开除了 还是什么原因 这个他没讲啊 我觉得 就是 这个路德今天讲这些事情 有的是对的 有的 我认为也不可信 他讲那个 说是伪造签名 这个事在美国 你难度太大了 如果伪造签名的话 就是很大的事在美国 是吧 就不诚实 要犯法的 而且很容易纠正 他在那个新中国联邦 那个会议 我全看了 因为我挺感兴趣的 我全部观看 当时我认为 他没有被别人胁迫的 任何痕迹 反倒他自己主动参与 那么为什么这么激起 在那几天的时间 他们曾经海事三盟 他们曾经海事三盟 说要将来 暴流革命 新中国联邦 将会议是天安门 说突然间分到阳表 两个人互相指责 他说他是伪类 他说他是什么 中共的这个间谍等等 两个讲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那么我看有的 其中有的人分析 说郭文贵是属于这个 中共这个叫 用卢德话讲 是叫这个 中方的这个 情报的人员 这个是他说是一个什么 是法院的 还是FBI的 他没讲太明确 就好像是有关不如 找他了解这个情况 我个人认为 你像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家 由于国家 他这个权力太大 有很多名企业家 附起来之后 定居或者移民 或者是旅游的时候 之前 当地那些这个国保啊 国安 主要是国安都会找到谈话 说是怎么样 你去以后到哪哪 顺便办点事 有的人同意 有的人不同意 不愿意和他们参呼 也有 因为愿意和他们参呼 这个情况应该讲是应当讲 还是比较普遍的 因为他是国家行为 是不是 那有没有可能 当年 这是我猜测 不一定是对的 有没有可能 郭文贵以前 出来 比如说见大来喇嘛 在组织上 你随便做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像 鲁德甲特务间谍 这个打个问号 另外 即便他是 他经过这几天爆料 出来以后揭露中共这个上层腐败 也被被人抛弃了 是不是 也肯定是不再 也属于叛徒了 我这样的猜测 我当然没有什么证据 我完全是 站在第三者立场上 因为我不挺过也不砸过 我和他们任何地方 我一口水都没喝过 我是旁观者 我认为 好像双方 就郭文贵也好 路德是不是前一段时间 他们之前有了为什么事 有了这个 这个争端 争端 没有解决 没协定好 两人就是彻底的翻脸了 翻脸了以后 可能各待一会儿的 这个路德就带了 严厉梦另立山头了 郭文贵还保留了原来 新中国联邦的大部分成员 于是双方就开始开战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记得我上次开过一个玩笑 就是 Sara和郭文贵分手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调侃调侃 我就讲了反 粉碎的一场政变 其实是利益之争 那个是经济利益 这个是不是一种 这会儿他和路德 是不是属于一种政治利益 就是说 路德访谈影响越来越大了 郭文贵也觉得 他们之间有一些事情 归属的问题 领导的问题 权力的问题 影响力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猜测 因为我毕竟 没有直接的介入这里 也没有那么时间精力看得太多 完全是下议论 我认为他们之间 似乎回避了一个具体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 是不是郭文贵音频今天讲这个故事 画面新闻 那就更有意思了 那个也是不是因为那件事 完了搞得挺尴尬 大家都觉得挺受伤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好猜测 我只是想 他们今天这个双方 这个一些节目 我看了一部分 今天我看了三四个 都很潇洒年轻人 很漂亮的小女孩 男孩 讲了一些故事 我听完以后 我觉得 我还是没有摸到 没有就是找到一个事实 就究竟因为什么事 肯定是有个具体的事 他们俩人就在几天前 发生了这个争吵了 最后你走你阳光道 我走我独木桥 然后就开始互死 因为这一互死 肯定点击率也高 因为人们都好奇嘛 但是本人认为 有一个最关键问题 就是必须注意 就是说 严历梦出来这个事 就公布这个 所谓新冠来源于这个军事 这个情报部门 在制造一个武器这个事 这是个天大的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你这个 动物传人和人传人 人传人当中分两种 一种是无意的泄露 管理不善 另一种故意制造 这个生物武器 恐怖的攻击 这都是很原则的事 就这个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一搞 就是说 使人们对这个事的公信力 发生了动摇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 这个 今天我看那个 郭文贵 现在新团队 这几个小孩 年轻人 甚至称这个 严厉梦的烟药 就马上就变成烟药 这才几天 三个人 真是搞得很高大上的 这个四平 放得放的 甚至我看 还有一位女士 她旁白 引用了一个故事 她养了一只狗 那狗 见了严厉梦 第一面 要咬这个 她的手 这个狗 痛人性 就看出她 是不好的人 这真是太清洁 太狗血 太离奇 使人感到 像一场这个 娱乐剧死的 我觉得 这是这个 非常的热闹 当然 当然了 我上述这个想法 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是 就是很善意的 希望有一个真相 我最关注的 我倒不太重视 这些花边新闻的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年轻生经历过 年轻时代不都是这些 乱七八糟的传闻 是不是 这也是都符合人性的 没什么大了不得的 问题的是 但是 就这个 她谈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病毒来源的事 这可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肃的 有可能改变 这个 人类整个 历史格局的大事 在这个问题上 可要是求是 是就是是 不是 就 就不能编造 这是肯定的 这个词非常重要 那么 今天的海外七三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 给大家凑个热闹 讲的不一定对 请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三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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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